這兩個星期 大家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 相信都離不開美國樂壇天后 Taylor Swift 到多倫多舉行六場巡迴演唱會 現在已經舉行了三場 接下來還有三場 除了今次是一個本地的 娛樂文化一大盛事之外 估計可以為多倫多帶來直接 和間接的經濟效益達到2億8千萬 到底是否過分樂觀 實際情況會否是這樣呢 又能否真正振興本國疫情之後的旅遊業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多倫多都會大學的 商學院助理教授何泰一博士 和我們探討一下 歡迎你Anson 你好 你好 謝謝你的時間 估計的 因為說有2億8千萬的收益 當中大概是1億5千萬的直接收益 而當中也是大九成三 不是本地居民 你覺得這樣的預測 其實是否過分樂觀 或者都希望可以成到事呢 很多時候我們估計這些經濟效益的時候 就會說 我們大概有幾多人會來 多倫多每人會花多少錢 就得出這個數字 這個2億5千萬的數字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 實際的經濟效益未必是這麼大 我們研究的文獻已經顯示出很多時候 實際的利益是會比較少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 外面來的旅客 可能本身一定會來的 是不是Taylor ship都會來的 旅客反而卻步 可能說商業機構就會有商業來的旅客 最後會說遲些先 而且本地居民說吃飯 可能會說這個週末這麼多人 不如不要吃 今個星期不吃 不代表下個星期吃兩餐 所以經濟效益通常會比他們預期中的小 我們看回酒店的收益來講 其實多倫多我們的酒店都不是完全沒有人住的 入住率大概也有六成左右 現在我們說多了人來多倫多 多了人要住酒店的時候 其實都是大概去到八成幾九成的入住率 我們對於酒店來說 收益其實賺了一個差價 可能人們給多了錢 以及多了一個成左右的入住率 明白 有些報導說有個別的房間 本來200元一晚 現在已經炒至2000元一晚 其實真的會不會 這個像海鮮價一樣的酒店價 可以幫助酒店業呢 我估計其實提升到這麼高的價錢 都是最後一刻賣的人 而且亦可能是個別的例子 我們說的入住率 現在都是去到大概八成到九成左右 其實去看tailorship的旅客 很早已經訂了酒店 他們未必會給2000元一晚的價錢 這個情況未必會令酒店業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額外收入 我們之前也訪問過 唐人街附近的餐館 對今次Tailorship的演唱會 都挺大期望 他們估計都能幫助生意 你認為對於一些本地的餐飲業 其實都會不會是一枝強心針呢 多了人來當然是好的 特別在這個時間 經濟環境又不是特別好的時候 但我們要注意到那件事就是 會不會其實是外來的旅客 取代了本地的消費者呢 說這麼多人來看tailorship要去吃飯 我是多倫多居民 我就不如今個星期留在家吧 其實只是換了顧客 而不是多了顧客 當然業界最期望就是 今次的演唱會能夠幫助到 振興多倫多整體的旅遊業 因為旅遊業受到疫情很大的影響 但你覺得會不會真的能夠幫助到 還是說如果舉行得不好 交通安排得不好 可能會有反效果 副作用都不頂 你覺得會不會呢 我們的基本見識一定是很重要 我們的基建交通 那些就會影響旅客對我們的形象 舉行大型的盛事來說 都是想留一個好印象 令到大家會回來 就是說上次我在多倫多的經驗多好 我都想再來多一次 但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的話 就真的很容易有反效果 你說對於多倫多的聲譽來講 多倫多本身在北美已經是一個 很出名的城市 我們也有很多商務的旅客和遊客 特別去大瀑布 其他地方 所以實際提升多倫多的聲譽來講 其實也不是說有太大的作用 其實看看Taylor Shift這次巡迴演唱會 在世界各地都有 有沒有其他國家舉辦之後 有沒有一些數據 是否真的能夠幫到經濟 或者幫到經濟有多少 有沒有這一方面的資料呢 實際上 經濟效益的數據暫時是沒有的 但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的 就是今年的年初 在新加坡 Taylor Shift也舉行過六場的演唱會 在Taylor Shift的合約中寫得很清楚 它是比新加坡有獨視的演唱會 是不會再在東南亞其他地方 新加坡政府是給了額外三百萬美金一場 令它不去其他地方 如果我們用間接的推斷來講的話 那六萬都給了二千多萬美金 那個收益應該是不止 特別是說稅收來講 大家也在說 這次Taylor Shift的大勝事 另外接下來大家就會覺得 世界盃這個在2026年 我們多倫多會舉辦六場 你覺得這次這件事件 會不會對參考到 令到在舉辦世界盃的時候 我們又會吸收到經驗 也在希望那方面 也幫助到我們的經濟呢 我們回顧今年的美洲國家盃 其實球迷是很不同的一群人 他們不是惡迷一樣的消費 而且我們看到的 北美舉行的美洲國家盃 反而是有安全的問題 球迷沒有飛衝進去 結果所有人都要走出去球場 經過安檢之後再進去 這個反而對我們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挑戰 因為我們很少會有大型城市 會面對這樣的保安問題 至於世界盃而言 其實有另一個考量 就是推動我們加拿大足球的發展 這個考量其實是比經濟利益更大 好 謝謝今天為我們作出的分析 我們也希望這次Taylor-Triff的演唱會 不僅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真的能夠幫助我們的經濟 謝謝你 有機會再來請教你 謝謝Anson 好 再見 再見 剛才是跟多倫多都會大學的 商學院助理教授何泰一博士 跟我們探討Taylor-Triff 在多倫多舉行六場演唱會 為本地帶來的經濟效益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環節 稍後見 再見